欢迎来到韩语小迷妹 韩剧的最大亮点就是唯美的画面 与之匹配的像漫画的的人物形象 那么我们今天来聊聊 相同画风超速配的六对韩剧CP 都有哪些呢 一起来看看吧 相同画风超速配的韩剧CP 那年 我们的夏天 催雨直雨今多美 在那年 我们的夏天二搭的催雨直与金多美 在剧集开播前就因高CP感受到瞩目 播出后 更是有许多观众 对两人的速配程度感到惊艳不已 催雨直和金多美 都是单眼皮 也都很像是单纯又无害的小狗狗 同框画面 总是看起来可爱又和谐 网友也认为 催雨直与金多美的颜值画风 相似到根本是夫妻脸 五官都很柔和 笑起来腼腆 让两人每次同框都火花爆棚 互动看起来超级有爱 剧中催熊与国颜秀 曾经在高中某一个夏天 成为纪录片的即时拍摄对象 全校第一名与全校最后一名 两人的遇见是生活中最松弛的事 催熊不用想起当初被父亲抛弃的伤痛 国颜秀也不用担心 家里环境穷困 他们就是彼此最好的青春 在纪录片影像里 在细腻沟露的画笔里 在等待五年才撒出的眼里 相同画风超速配的韩剧 CP 大力女子都凤顺普炯 直语朴宝英 说到相同画风的韩剧 CP 最经典的绝对就是狗狗 CP了 曾合作 大力女子都凤顺的朴炯直和朴宝英 都是外表单纯 笑起来阳光可爱的狗狗像 两人在剧里 互动俏皮又有爱 从一开始互相斗嘴 到后来 一心只想保护对方 根本就像在看两只中犬谈恋爱 剧中朴炯直饰演的男主安敏赫 白手起家的年轻CEO 从小在复杂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因家族继承问题 陷入被恐吓状态 因此雇佣都凤顺为保镖 一开始见到都凤顺 就对其一见钟情 喜欢凤顺 最后两人步入婚姻 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其实不少网友觉得 大力女子都凤顺的剧情 不算太出彩 但都因朴炯直与朴宝英的 超强化学反应 一路追到结局 两人在剧里 都是很活泼的形象 看对方的眼神也充满爱意 每段爱情戏都甜度超标 只要看到狗狗CP就很治愈 相同画风超速配的韩剧CP 便利店新星池昌旭与金玉珍 池昌旭和金玉珍 曾在便利店新星合作 剧中池昌旭饰演呆猛暖男店长崔大贤 金玉珍饰演年夏可爱公独生丁新星 池昌旭和金玉珍外表 看起来都是感觉很好相处的人 阳光又善良 便利店新星改编自同名漫画 是以便利店为背景 讲一个四次元单纯恶女公独生 和呆猛暖男店长展开的爱情喜剧 据说漫画还有点十九进 该剧主要讲述了三年前一个不良少女 郑新星被男主崔大贤吸引还抢吻了她 三年后两人在崔大贤的便利店相遇 新星还成为了便利店的打工妹 两人开始了一天24小时的看店生活 新星为了增加店铺销量用尽各种方法 店长崔大贤则被女友怀疑出轨各种折腾 和原著漫画画风有很大的不一样 总体是一部合家欢乐的浪漫喜剧片 剧中持昌絮与金玉珍饰演的角色 性格非常互补 大显蠢萌 心心主动 也有众木论大行犬与活泼小行犬的形象 谈起恋爱可爱又超高甜 火花真的很强 相同画风超速配的韩剧CP 浪漫的体质 孙希九与全汝宾 孙希九和全汝宾曾在《浪漫的体质》组过CP 剧中全汝宾饰演纪录片导演李恩静 他因为失去男友产生创伤 后来遇见孙希九饰演的广告导演金上珠 疗愈了心中的伤痕 从此展开新的生活 孙希九和全汝宾一样是单眼皮 但与崔宇只与金多美的无害不同 孙希九和全汝宾的演都是比较厌世 强势的感觉 两人站在一起有种男强女强的感觉 且孙希九和全汝宾 在剧里的相处都很日常 像是一起吃冰 一起等公车等 虽然只是简单同框 却莫名很搭 孙希九在剧里饰演的角色 个性十分暴躁 某天他对表现不佳的明星 和摄影师大发雷霆 就令全汝宾饰演的恩静忍无可忍 当众直接回嘴 也因为这样孙希九 便对这个女导演留下印象 这对还因此被剧迷称为暴躁CP 后来孙希九在全汝宾面前 总是会败下阵来 还会展现很多与外形不符的反差萌 这对双导演真的超好客 相同画风超速配的韩剧CP 认识的妻子慈盛与韩志明 认识的妻子是口碑很高的爱情剧 以穿越时空为题材 探讨很多婚姻问题 而男女主角慈盛和韩志明 也是画风很一致的俊男美女 慈盛和韩志明的外表 都属于善良单纯 很好亲近的类型 聚集清新日常的氛围很适合两人 让慈盛与韩志明同框看起来 CP感超强 且两人笑起来都很温暖 真的没有一瞬间看起来违和的呀 认识的妻子所探讨的婚姻问题 并非个案 而是无数人通到想死的实际经验 婚姻是天堂还是地狱 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读 但可以能肯定的是 相爱简单 相处困难 在池盛与韩志明的演技加持下 夫妻的真面目在婚姻面前 一览无疑 相同画风超速配的韩剧 CP Run on 任时宛与身世景 任时宛和身世景主演的Run on 是评价很高的爱情小品 而演技一向饱受批评的身世景 在这部剧里也演得很好 和任时宛 CP感超强 收获许多好评 任时宛和身世景的演都是比较清新温柔的类型 同框时看起来非常相配Run on奔跑着是一部大男主剧 主要还是以任时宛扮演的男主的成长为主线 他在剧中扮演田径选手出身的体育经纪人 讲述了他在两个不同身份之间转变的过程 是一部热血的体育题材剧集 剧中任时宛是退役田径选手 身世景则是电影翻译家 角色都是清冷淡漠的性格 与剧集清新氛围非常适配 爱情戏平淡却甜蜜 一对不能再配的CP 剧情是循序渐进 细水长流的那种感觉 两人的化学反应太好了 以至于我以为他们真的在谈恋爱 但是小编一万个希望他们真的在一起